为响应冰桶挑战的公益活动 议员宋怀林于昨日上午 在市民代表大会门前淋下一桶冰水 有市民代表廖宜秀发起 众人淋过冰水后都捐出3000元给关怀间动人协会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为台湾间动人募集更多善款 在我们代表会主席张秀之及副主席廖学悦 还有我们这次的发起人廖宜秀廖代表 以及我跟代表会也是一样参选市长的张永鑫 我们一起在这边响应剑动人的公益活动 那么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这些汉剑疾病 尤其家里面有生病的这个家庭 对我们的整个家庭来讲 对社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负担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 不是只有今天我们关心剑动人 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弱势家庭 跟需要我们帮助的家庭 我们都能够一起关注到 为了唤起大家对剑动人的关怀 所发起的冰桶挑战公益活动 许多民众与民人都纷纷加入 并号召更多人响应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为了要响应社会公益的团体活动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剑动人的活动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那在这边的活动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每一位的名单呢 在这一次活动也捐助了3000块的部分 就是要给我们剑动人的协会 那也希望说各界呢 在任何的社会团体补助之下呢 能够继续把我们发扬广大 那么也希望就有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知道 我们社会有许多的 需要我们一起关心跟 爱护的这些朋友 我们也希望今天的活动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意表现 表示我们爱我们的这些好朋友 爱我们的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分彼此 我们都是真正有爱心的人 大家一起来做公益的活动 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 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小的爱呢 能够推广到大家的心里 让大家真正的重新出发 议员宋怀玲 关怀弱势家庭不遗余力 期盼藉由这样的活动 换起各界伸出援手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每一新闻简余芬 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玲